學休大學 教授 邱衛恩 你好 副長 你好 您看過這幾幅畫嗎 那個應該是陳老師的話 是不是上面那幅 一個是右上角是張萬傳的 那麼左下角是廖啟春的 廖啟春 廖老師的 廖老師的話 那麼這些畫都是非常有名 那麼很多的人到 然後淡水 都是看這個景觀 這個畫是不是是藝術 我們講畫也可能 廣義一點就是藝術 藝術是不是生活的一部分 對 生活的一部分 那麼這些生活的一部分 這些創作是不是跟文化非常有關係 絕對是 我想您應該也同意 所以這個畫其實反映了 也是那個時代的生活方式 尤其這個建築物 台灣事實上有很多的景觀 是非常的值得去保存的 我當然有另外一個法案 叫做景觀法 我們希望能夠保護它 但是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這張畫 這是凡古的 凡古的畫非常有名 叫麥田 那麼左上角是墨內的這張畫 但是這些的話 其實都是相當層次上 表達了藝術的非常高峰的一個層次 它的一個創作 那也應該我們要極力去保護它的 但是這些的創作的全員 都是那些自然景觀 您同意這樣吧 所以我會比較在意的就是說 那這些景觀怎麼去保護 這當然我們剛剛有很多委員在提說 台北機場非常重要 現在已經列入全區的保留 我想可能要特別注意 是不是請文化部要特別注意它後續的保護 有沒有具體的措施 對這個是我們念字再次的 因為後續非常重要 只要一說是要保護了就不見了 燒掉了一把火不見了 所以你可能要特別注意 當然我們現在是講得更廣義的 那麼另外一個 下面再下一張 這個字雖然比較小 但是這是文化自然保存法裡面的定義 文化景觀或者是自然景觀 您可以看後面沒關係 這個字體比較清楚一點 那麼這個我們的文化景觀 就是談到我們社群的生活 跟生活有關的 它所定著的空間 或者是所關聯的環境 所以我倒是非常好奇 過去新北市為了要建一個 關渡 淡水大橋 那麼很多民間團體都希望 是申請文化景觀 但是我們文化部的解釋 它不屬於文化景觀 您的看法怎麼樣 如果以您來重新再來解釋 您的看法怎麼樣 它屬不屬於文化景觀 它蓋一個淡江大橋橫跨來 那麼當然就是把淡水河口的 我們淡水餘灰 這個都是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損失了 損失 那麼但是在文化景觀上面來講 事實上在這個方面有點 著力上有點弱 因為它只是一個景 但是如果我們把它 它就看那幾幅畫裡頭 當成我們生活的一部分的話 那麼市場廣義的上 可以把整個那個 河口那個區 當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那麼我們歷史文化景觀 來做看法 我想我非常敬佩您這種說法 跟看法 因為你看楊三郎先生 他畫的畫 很多是日出 太陽 余暉 慧坤老師也在 很多都是這樣子 所以應該從比較廣義的角度 台灣非常漂亮的地方 包括我們剛剛看到的 帆古的畫 或者是墨內的 其他賽上的畫 他們這些很多的國家 都把那些自然景觀都保護下來 例如我們現在常常談到這個 金城武術 那個慈喪香 當然我知道地方政府 現在已經申請文化景觀 我們是不是可以主動的 而不是靠地方政府去提報出來 我們主動的去 將台灣自然的景觀 文化的景觀 都可以把它保護下來 我想這一點 自己因為時間的關係 一個盤點 是 我覺得這一點 不管我們將來有沒有景觀法 但是我覺得從文化的角度 就像剛才那個 我們看到的觀音山 前面就是那個老教堂 多少的名畫都是往這個角度 對 都在那個位置 可是將來我們如果蓋一棟房子 統統擋住了 那這是什麼景觀 一定是很糟糕的 所以現在我們在淡水 就是林剛所提到 淡水它本來在海關碼頭 要蓋一個28層樓的這個 我們現在是要求它在那個區域 區域整體規劃把它擋住了 是 這個可能 希望文化部能夠重新思考 從比較寬廣的領域 從特別是文化品質 藝術生活的一個角度 來看待文化景觀和自然景觀 我們看下一張 下一張就是我特別關心的水下文化資產保護方 非常謝謝委員 你幫了我們非常多的忙 讓我們水下文化資產的地方 能夠為你順利 還有我們過去很多的同仁 都包括李立方這個主任 都非常的認真 那麼現在傅瓊會小姐也很認真 但是這個法呢 我很擔心 那麼在我們的法規會審查 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送來 所以可不可以加速這個角度 這個法現在是已經到送到行政院 在各單位在協調 但是行政院在這邊在討論 我會請那個督導我們的政務委員 盡量把這個事成 提的前面一點 提的快一點 是不是這個會其實可以 我們或許還有機會 讓這一屆通過 否則的話 我們不知道什麼時候 至少我們拿到從行政院出來 會能夠通過這個法案 另外過去實際上也很清楚 我們跟台法之間有個趨勢計畫 趨勢計畫 趨勢計畫剛剛跟部長也報告過 我們曾經也希望 這個國會議員也能夠去看 他們水下文化資產的 包括馬賽的這個文化資產中心 這個水下文化資產的研究中心 但是這個規劃呢 也透過了貴部的這個法國的顧問 但是後來呢 文化部根本不理這件事情 那麼趨勢計畫呢 當時我們在討論的時候 也希望說 我們挑選的這些專家或者是學子 應該也要寒瓜博士班的學生 你不要變成仇庸性質的官員而已嘛 因為他們在那個地方呢 大概幾年以後就離開了 是不是可以呢 朝向就是說 將來他可能七八年還要念博士 將來出來以後 他可能以這為專家 我想您這個計畫 我想這個部分 是不是您可以再重新再思考 明年以後 能夠把這個趨勢計畫的這個落實呢 能夠做得更好 尤其我們希望 我們都已經行程安排好了 結果呢 這個文化部是完全自自不理 因為我跟那個法國代表 他來看我 所以我也跟他談到 希望法國代表在水下文化資產 我們原來有個合作計畫 他希望能夠繼續來協助我們 他也同意 那麼另外一個就中泰文化獎 那麼他也希望 那麼在今年六月底的時候 因為時間關係 到時候看委員我們可不可以一起參與 所以我想我們已經開始在啟動 我們也希望說儘快 今年的暑假 能夠跟外交部一起合作 那麼最後一張投影片 就是博物館法 我們這個主席 還有很多的委員都有提出來 您對博物館法的期待是怎麼樣 博物館法我們期待的是 第一個讓博物館有個法源 博物館至少就27年 然後我們那個陳委員 這個主席也在過去一直在努力 第一個要有個法 第二個最最重要的重點 我是希望對民間的博物館 因為有了這個法源 他能夠生存下去 也能夠發展下去 那麼因此我們這個法 是以鼓勵為重點 哪怕你不來登記 但是我仍然給你的補助 不會因為你沒有登記而少 我們是學 就是像加拿大對MGO的那樣的處理方式 但是也希望他能夠有一定的品質 對 所以我希望他們自己做評鑑 他的登記 以他未來的評鑑甚至輔導 都是非常重要 很可能壓到博物館協會 來負擔起這個自我評鑑的這個事情 但這個評鑑不影響到我們對他的 但是以他就像大學評鑑一樣 各自提他的特色的指標 各自展現特色 希望他能夠有一定的品質 但是主管機關也應該 負責統籌協調的一個輔導 對 我想這個 我的版本應該這個禮拜就會出來 好 那希望下個禮拜 如果沒有還算順利的話 他應該可以副委 副委我也蠻建議 我們教育文化委員會 特別是我們主席 將來排安的時候 我們討論完以後 就像我們過去在處理 私底保育法 海岸管理法的方式 讓成立一個小組 先凝聚共識 然後有共識版的時候 也許我們會保留幾個條文 再送回委員會 這樣這個時間方面更容易掌握 以上建議請參考 好 謝謝 好 謝謝邱委員 這個會期博物館法會列為最優先法案之一 謝謝